看看能涂了多少汁 哎 吃了就可以了 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锅包肉 来 用心做好菜 吃出健康来 鲤鸡肉 鱼筋二两啊 大点量 这有这个肉筋 又叫鲤鸡板筋啊 不去掉 都放里 切成五毫米 四至五毫米厚的大片 你看这个是标准啊 这个厚度 长度 六至八公分 宽 三至四公分 这叫宽 一盘大致就叫十八片 这是我们过去在饭店干活啊 就这么大的片 十八片一盘子 然后呢 可以这样砸一下啊 这样的肉质呢 做出的非常松散 嫩 好吃啊 我做点葱姜水 放到这个 肉里面 少加上点盐 搓一搓 搓了 搓滑了 加上点料酒 酱油 一样来个十克八克的都可以啊 然后看啊 这样 哎 这味就够用了 既入味 又能让这个肉呢 嫩一点 可以少放上一点 水 水放在锅里放到十克 啊 好了 就这样 盖上盖 腌制五分钟 现在我们开始 调这个根 糖醋根 满满一勺是25克 这个 这个是 30克的 九度米醋 25克的矿泉水 把它稀释一下 老陈醋或者米醋 你喜欢哪个味道啊 再勾兑一下 这是 老陈醋啊 刚刚有那么点 陈醋的香味就行 不要把陈醋那个香味调的太重了 要调太重了 还不如就使得陈醋了 这就不好吃了 因为颜色也不好看啊 酱油 普通酱油 15克 加入 香油 来个三克香油 把这个蒜片 炸到这里 现在就调好了 啊 给上一点 盐 味精啊 盐再多给一点 一勺 两勺 这个糖啊 是一两糖 按我这个棵树你调出来绝对性的就是一句话 好吃 根儿调好了 现在调糊 把这个糊呢 先加它三大勺 来 这样 往里加水 一勺 两勺 三勺 四勺 五勺 五勺 还不够呢 再加入 25克的 豆油 豆油 把豆油呢 它提前 用热锅 把它烧热烧开 没有生味了 晾凉 再做这个菜啊 我们用色拉油 炸这个肉 饭呢 你和糊的时候呢你放点这个 豆油 颜色好看 看这个颜色你就放心的干活就行了 一炸 下锅起泡还不说 不崩 关键不崩 这个糊啊 目前说 薄 再加入它 一大勺子 再来一点 这么抓 抓完以后把这糊 挂在这个肉片上 往起一粒 不哩哩啦啦的躺 哎 这就可以 这叫什么呢 标准 必须要这样 看 看 哎 下锅下锅就能把泡起来 把那片撑开啊 往宽了撑 就往长了撑 才好看 哎 这样 哎 这样就可以往处捞了啊 看看 上面的气泡 能看到吗 哎 有泡就不崩 现在呢可以这样啊 捞出来 捞出来 立一下油份 接着往里下 这个温度还是 蛮好的 速度可以快一点啊 就这样 下的下的可以这样拌一拌啊 下完了这个肉呢就糊 一点没有剩都挂在 在煮料上了啊 还叫好啊 看 这样 锅挂一下 拔片 行吗 看一下啊 这个 连接在一块了 我把这个下锅 我把这个下锅 然后正在用手勺一勾动 就开了 炸至外焦脆 色子 很像是金黄色 就可以了 咱们看一下 炸至两分钟 什么样的颜色 一会见 看一下啊 这锅包肉炸的老像样了 看看这个颜色 非常非常的棒 啊 露肉的地方 就已经出现出 爪胡色 像大爪那个层 这样啊 然后 再把温度 再提到 吸一层热 再下锅再冲打一下 来 朋友们看啊 试炭的往里下 就把油 溢出来 炸至一分钟 看一下这个颜色 再看翻过来再看啊 这个颜色 是非常正宗的颜色 看 整体 再翻一下勺 听到声音了吧 哎 圆条 加上油 放上 葱姜 蒜 蒜 挂一下两个 配料都下锅 把汁 上下打动一下 这个菜就做好了 把汁 必须都挂在 煮料上 看看 这个程度 看看能出了多少汁 哎 这样就可以了 看一看 看一下 颜色啊 入口的声音 哈哈想 一小时以后吃 它也是一样 外面是有脆的感觉的 好了 今天这个菜品呢 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 众位观看